不像一个法师 不像一个法师 诸位啊 你想想看 两个比丘 对着破口大骂 假设说了 那在家居士来看了 你认为他会有什么看法 他会说 出家不如在家 我们在家人都没有吵到这么凶 所以法师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相忍为佛教 这句话一定要 一生一世都要背起来 我今天相忍 互相忍耐忍辱 不是为我个人 相忍为佛教 在家出家也是一样的 真正一个有修行的团体 是喊手借力的 是无真的 是接受佛陀的教化的 所以勇者绝对不弃于佛陀的教戒和真理 勇敢的修行人 是一定会遵守佛陀的戒力 一定不会排斥佛陀的真理 是勇者不斥佛陀的真理 也不悔佛陀的戒力 勇敢的修行人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口和无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之后 在这之后 好 今天呢 如果说我们来 来佛教的这个团体 如果我们来发心 来帮忙 可是却不来听经文法 来到这里不是用佛陀 这里是用自己的个性 你想想 照顾照顾大碎箱 花贵花贵大碎箱 形堂形堂的大碎箱 你想想看 这个生团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口和无真 是整个 出家在家 修养的一个重大的指标 什么事情 大家相认退步 相认为佛教 既然大家 都是依法不依人 依戒律也是不依人 那么表示 我们佛弟子 都可以用理性来沟通 主位大声的不代表真理 要感动对方 要符合佛的意 才叫做真正的真理 对不对 大声不代表立条 大声也不一定叫做尽力 对不对 所以既然在这个团体里面只要 不管是出家 是在家以后 如果要有什么真值 好 那么 生前的真值 那么也深情慢慢地把它缓和 相认为佛教 在家居士 一定会有一些角度意见 看我们这种良荒水路或三千佛这些服务员 内坛卖坛 当然文殊讲他也表现得很好 但是难免或者是祝念团都会有一些意见 对不对 没有意见就不叫做众生了 都会有一些意见 但是 容许你有理性的意见 不容许你没有理性无理的争吵 注意哦 容许你有理性的意见 对不对 你有理性的意见 你提出来 好 再来也许你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整个时间跟空间的背景 它就是这个趋势是要这样做的 这个时空 它有时空性的 你的意见很好 可是它是未来 那不属于现在 那么这个时空性就必须按照这样子来安排 那么我们就退一步 所以 当你在一个团体的时候 你要沟通 你就要先准备要退一步 要有容忍的心 大家 都不退一步 你会对着干 那你想想看 怎么做到口和无争呢 你有办法 而且你造口业以后 你造口业以后 你下辈子 那么 口业不清净啊 公围不清净 真的 你造口业 那么你 如果口业很清净的时候 下辈子 你的表达能力就会非常强 你就很会讲话 而且非常流利 因此声音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佛陀说 常常赞叹别人的人得到两种果报 一面向庄严 二音声非常的好优美 音声啊 音声啊 这个音声也是以声带来的 以声带来的 以声拒来的 所以这个口和无争 为什么我在这里 一直重要 一直发挥 因为这个是整个身团 太重要的 人家说 人家说 败心无人知 败水极厉害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的坏心眼 没有人知道 败水极厉害 但是这个恶口 在这个团体 你看看这个大家 你不让步 我也不让步 你看怎么办 所以啊 我希望看到 生团 我就告诉他 生团能处理 由当家去巧 去好好的处理 生团自己开会 自己处理 要巧到最后 事务的采捷 叫做最高法案 最高法院 一拍定生死 到这里 到我这里来 只有一条戒例而已 不是出去就是厉害 不然念着 这什么事情 都像师父汇报 想想看 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 对不对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 像我们今年 这个节夏安基的法师 哇我就很满意 大家都很用功 非常用功 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好 今年的这个节夏安基 非常的圆满 到今天为止 非常的严满 是不是说 全都没法在 我就不知道 但是目前来说 是不错 真的是不错 那么在家基事 就是这样 你今天 不要大声 会记得思语这句话 大声不一定代表你赢 大声不一定代表你尽力 会记得思语这句话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